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暴力追绝 观念方钓鱼道复战队 对面是第一三宫 紫墨三宫,墨七少年雄 鱼道这边还是走的一个四宝一 九黎城开了一把风阵 对面走的是一个九黎利普多施陀林的三宫路 想风阵打风阵 开场第一回合直接上无间地狱 对面九黎在有速度的情况下 这不用想肯定是来压观念方的九黎城 这样你就不太好出手了 开起来 很果断 就是冲着你这个九黎城来的 历布多宝宝超级感知 四宝林宝宝超级感知 就是直接可以打到你隐身的单位的 少了一个地狱的操作 隐身宝宝宝点了放运 也都知道 因为双方打的次数也比较多了 这方面吗 也收补一个 死于身香 再控普多山 两个风系不断的去骚扰 观战方这边想啊 就是牵制住对面 就是看三个 风系 女儿武装地府 地府那个小死亡 其实小死亡才是关键啊 你单纯的依赖两风系的控制 有的时候很难压住对面的数 但是地府的小死亡不一样 那是十大神能把你摁在地上 让你长时间站不起来的 风系的话你无非控制一回合 卡个五龙 啥事都没有 该输出输出啊 对面把自己宝宝换掉 来了一个怒好的孩子 继续增加几方输出 开始针对九黎城 哎又出现了 这个自打星期二 改完以后啊 他就有这种没打击感 然后后掉血的情况啊 这个怎么搞一下啊 起个枝 卡个大金 放下独刀再扔一扔 看看这个回合能不能好点 还得改 还得改 就打干完以后会出现一些 感觉 哎这回好了啊 打击感又回来了 日月乾坤套进去 又没中 得点了 啊得点一点了 这点受不了了 带走 现在出了这么一个新运啊 就是右上角这个破军之士 处敌新运 这会多给陵园呢 让大家的陵园会 更多 PK可能节奏会更快 水清 在这个八回合期间 就从四回合开始到十二回合 这不是有八回合期间吗 双方谁倒地的人多 谁就输一点零元 就赢的一方 倒地人少的一方 会随机一个人获得一点零元 就是这么个事 倒一个人对面 你看对面加十分 加十分啊 就跟神比这个分 也就是说 他现在啊 这个东西的出现是为什么呢 就是让你 更崇尚暴力输出 更崇尚暴力输出 而不是那种啊 打得磨磨叽叽的 他正在想办法去调整 你把对手压的尸体越多 你自己得到的零元就越多 现在每一点零元 尤其是对于他们这种顶尖PK 都很关键 其他者 现在关键黄九离神 反而是被掀点 回头再压 武装罐 反射一套 套进去 又没进 你这武装这水风水的厉害呢呀 啊 好像一次也没套中我吧 这个改动还是蛮不错的 让大家就说白了 让PK的观赏度会更高 鬼眼大声 武装踩地留一把金青 观赏黄现在没有能力去点杀对面 你不光九离倒地了 你宝宝现在你也不够用啊 余脑现在很难受 很难受 射身体液 再换区迷补刀 再换区迷补刀 鬼眼有了 下千一 那现在观赏方终于可以点一点 而且是刻不容缓 而且是刻不容缓 刻不容缓的这种点 再怎么耗下去 你没了呀 换了个孩子 卡了个子星 再换了个子星 再换一换 再换一换 这武装靠中了 靠中了 观赏方就能缓 就能缓 现在就看鱼岛杀 然后开点 飞掉 再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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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起来 变死 那这样观战皇这边 在两个封系啊 两个封系 每个回合能控制住一个就可以啊 也不用说俩封系都中 俩封系你能中一个 观战皇就没压力 给你留一个输出 其实观战皇是完全可以扛的 看看两个风险这边还得补宝吧呢 女儿村可以去控制一下 女儿岁月 对 风不中就强控嘛 直接岁月强控 战敌对面要搞突袭了 再补一个孩子 贴 神佑 还是 观战皇这边杀这宝宝决心太大了 这样偷袭失败 啊 偷袭失败 这个暴击 过去狂攻 163顶住啊 宝宝在跟跨生死直接被拿下 成功啊 虽然杀逆拼没能出手 但是 还是把观战皇化身死 顺利的给搞定了 搞定这化身死以后呢 对面打起来更游人有余了 现在就更得要求羽岛这边 积极的去点上 对面要点观战皇的武装罐 因为这个不可能是预判点啊 对面地府全场一速 还不可能预判点 观战皇全场也没有比地府速度快的单位 观战皇也不可能在地府之前拉起九丽 所以这个点是一定冲着观战皇这边的武装官来的 但是你拿什么点啊 九丽休息 对吧 九丽休息 利普托打的还是面上 你如果用破血咱还能理解 打的还是面上 九丽被点是破血 你这没法点啊 这个点啥就嘻嘻哈哈了 你看又没有打击感啊 这就是这次维护功告完了以后 出现的一个感觉代码上的小bug 赶紧得修复一下 那时不时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等到下个回合就又好了 啊 等到下个回合就又好 切正儿 换个四季 小死亡 刚才说过 这个时候就要求遇到这边 更积极的去点啥 你在没有化身死的情况下 你让对面这两个输出一直压你 你也受不了的 观察魂要熬的时间比较长 看一下化身死身上 哎 还行 剩下最后一回合的小佐 剩下最后一回合的小佐 剩下最后一回合小佐 还行 站起来了 而这个时候观察魂能不能压住这师托 开口气 没死掉 笑的藏刀 四季生香 赶紧再控一个 精轻一把 等观察魂这边拉起酒力以后 对面应该想办法再点一点观察魂的酒力 毕竟是遇到唯一的输出 你给他弄死了以后 对面也不至于这么背 对面 换魂拉起来 下回合点他 对不对 地府有移速 要火 就列站起来 对面重新恢复自己 巅峰战斗力 无间地狱再开启 换一把 一压化身 163 再换 实在不行 再搞关键方化身四倍 看这个样子 他不想推拿 对吧 化身四接着搞你 你不想推拿呢 你就不用推拿了 163给你破的也差不多了 直接倒地 又是两回合站不起来 除非你武装直接换羊护 五伏 这也是因为这次大改完了以后 出现了能伺服两个技能的情况 以前的四季 现在就变成五伏了 再倒一个地府 节奏来了 啊 节奏来了 再倒一个 武装也没了 关键方女儿没有一束 这个时候关键方选择封了对面地府一把特技 哎 选择封了一把特技 也就是说 只要女儿这个回合能扛住了 下个回合是有机会辞好呢 哎 再卡一个大惊 只要不中法宝 因为对面控制观察方只剩下法宝一条路了 他被封特技了 啊 什么神活 扎尸 神药 三百血就神药了 啊 头上有红色的云呢 就163了 继续163 他活着啊 他还活着 再来一个大惊 无魂 没中 死好 成功就起三个啊 那就还有的追 小死亡站起来 观察方第一时间就去点 不敢拖呀 但是没中啊 但是没中 这神武器的价值 还在不断的提升 咱们已经在很多的PK里 看到神武武器啊 那个比较强悍的一个作用 现在就是全员神武器 全员神武武器 这就是他的价值所在 然后大部分都带163 女儿 武装 化身 甚至地 都带163 我估计现在除了物理系 不带163 其他都带 就是咱们说常规福气 三宫队是全带163 五个全是163 正常的福气的话 除了物理系 现在不带163 其他人也是 其实说白了 不管是163也好 神武武器也好 要的就是那个冰死边缘 我能苟活一口气的一个几率 对不对 要的就是那个几率 所以为什么说这神武器的价值还在不断的攀升 风在关小死 既不让你出手 还要把你摁死 所以一个风 再加一个小死 拉起酒离 又卡那个 打斗了 又卡那个打斗画面了 你看 砍过去 掉血 砍过去 掉血 掉血 直接点杀 成功 换联系生 又没有那个打击杆 你看又来了 又打着打着就出现这种情况 每一次这种大改完了总会出一些小bug 我记得去年出的是啥 去年出的是你飘漫天 看不见漫天层数 然后呢 还有个傻的 就打着打着 对手的血条没有 还记着没有 今年四月份出的个傻bug 就是战力不倒地 就人死了 但人还在那站着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着没有 就人已经被杀掉了 但是人还 立立整整的 在那站着 并没有趴在地上 打击杆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过一个回合就好 小死亡再灌 林远辉 这个时候就看地图了 其实这场比赛也看得出来 两个封系真的是压不住对面的输出 对吧 前边观察方地图没怎么去点 或者地图小爽 挂不中 到这了 两个封系去控制 对面根本输出 依旧非常的强 自打这个地图 开始用小爽点杀 对吧 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地图你无法缺 替代的一个作用 真的是你封系替代不了 延长 双眼长 嗯 大死亡来了一个 大死亡来了一个 区民直接送走 倒是影响不算太大 倒是影响不算太大 观察方这边直接就换羊户了 再来一个 下回合酒力也就可以直接拉起来 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但是最良风的节奏现在没了 两个输出被点 然后又被延长 一点零元 两点零元 两点零元 一点零元 三点零元 你看啊 对面尸口令出现了20回合 三点零元的一个现象 正常20回合应该是每个人 两点零元 但他是三点零元 这就是咱们上头的那个心运 额外给到他的零元 额外给到 可能对于三宫队来说 零元多少啊 那也没有多大的作用啊 你这样尸口令 他零元也没什么用 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 但是你一旦到了五神坛 到了群雄逐鹿的一些正维比赛里边 就像他们这些顶尖服务器去打PK 真的是多一点零元的价值是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在前期的时候 可能后期大家零元都多啊 你也不在乎这一点半点的啊 但是在前边大家得到零元都不多的情况下 这一两点零元会决定比赛的一个胜负 小死亡再来 拉起就离还得一拉一解啊 群飞了一把伤 小死亡再点力不多 观众方点杀节奏很快 是魔神火 抬起来 过了两次163 直接砍死又一个 那观众方这你也点不了了呀 小死亡 亦有惊心 小死亡也没有挂住 小死亡没挂住 小死亡再来 开切两个 你听上了 小松再来一次 你这回不可能再有金轻了啊 先把石头令封进去 而且对面有无力气的速度 宝宝也直接把观众方九里给带走了 好像这样对面又缓过一波了 双方打着这还挺纠结的啊 有一说一 因为一旦观众方断了这个点杀节奏以后 对面其实这个输出也是相当的恐怖的 利普陀手里还有六个物品 还够用 还能打面伤还够用 再换提听 再来低听 小死亡挂住 可以拿捏九黎尘 九黎尘好气候吗 哎呦 对面输出现在感觉有点跟不上套了啊 也缺些状态 也缺状态了 最起码金刚现在都没有 三票 票中个石头一板 金星全部解掉 看一下利听的威力 观众方感谢罗汉 老大的开神压令啊 半个屏幕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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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确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威胁啊 磁心吸走酒力站起来观察皇这边又可以重新点起来岁月 表示对面点死他没法演 嗯 嗯 观察皇先延长对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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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除非是前一个回合就能杀掉 啊 啊 如果你是当下补刀或者是怎么的 真没有太大的意义 你看又卡这个打击杆 啊 啊 所以你除非是当前回合小爽把他点死你下回合有疑素你可以演你如果是补刀把他弄死了你真没法演 来拉起酒梨 换个宝宝 小沉马 小沉再来一次 解封印的攻势 把小沉也解掉了 靠宝宝 也靠中了 对面宝宝 现在也不太够用了 利普陀是药品不太够用 其他人宝宝不太够用 因为三宫队也需要宝宝去补充输出的 这个时候对面也来了一把慈航 但是 有一说一三宫队的慈航性价比比较低 怎么个意思呢 就是 他虽然也是拉起满血的三个输出了 但是他这三个输出 本身这个满血 价值不高 或者是质量不高 因为他抗性低嘛 你就像普通团队 他为什么慈航性价比比较高 因为他属于人物 属于正常的抗性啊 你拉起来以后 抗性是非常高的 就对面就慈航完 就三个输出 满血站起来 其实他三个输出 根本就不堪一击啊 你这个满血 他随时又给你砍成 可能直接就砍成尸体了 就别说残血了啊 你看石头 直接就被砍死了 你满血的价 性价比是特别差的 这就是一个区别 酒离就别说了啊 酒离这门派满血 那根本没什么太大的价值 水清保了一下 小死亡在点酒离 对面有数都可以先压 我要到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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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倒地 打劲感又丟了 小死亡在针对你个 回南方这个地厅 如果能出手 这PK就结束了 打到现在对面 已经赢不了了 已经赢不了 来咱们看一下地厅 咱们来出手 利普陀 现在就剩一个利普陀了 换个薰米 也打不到地厅 女儿先加战敌 连 哎呦 丝血 托住 利普中魂 杜劫 这一口丝血 加了一个杜劫 这样不怕利普陀了呀 这样就不怕利普陀了 除非他破血 破血还有希望 打个面上 那杜劫保住 就那一丝血 这么快 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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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 你别说这PK打的也是啊 反转不断 显向还生 关键是可以把此行旧的遇到一命 也体现出现在 其实为啥大家都要带啊 全员带使用武器一截 弹163的一个原因 那玩意儿确实好用 关键时刻它确实可以翻盘啊 包括现在九离城啊 九离城也是有一把神武器在的 两把武器没一 一把一定是神 一定是神 这个是少不了的 拜拜